东京奥运会结束了,但是球迷对女排未来的讨论一直没有结束 尤其是谁来接替郎平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话题更是被球迷广泛讨论 其中陈忠和的呼声最高 不过目前看来助理教练安家姐的希望可能最大 当然大多数球迷还是希望郎平能够继续担任女排主帅的 三年后在巴黎奥运会上重新向奥运冠军发起冲击 而且前不久人民日报还用中国女排从头再来八个字 为女排加油 这也正是球迷的心声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这才是女排精神 赛场上本来就没有长胜的队伍 只有跌倒后努力站起来重回巅峰才更加难能可贵 虽然球迷的呼声很高 但郎平还是透露出要退休的意思 郎平表示自己有点累了 想休息一段时间多陪陪家人 郎平执教女排可谓是劳苦功高 一旦她卸任 中国女排的成绩势必也会受到影响 然而最近又传来一个糟糕的消息 网上爆出意大利牌鞋开出千万年薪 邀请郎平前往意大利执教 虽然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只获得第九名的成绩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郎平执教的水平 或许是郎平透露出卸任中国女排主帅的意思 让意大利牌鞋看到了久违的机会 据说意大利牌鞋开出3000万人民币的高额薪水 邀请郎平前往意大利执教埃格努 大家都知道埃格努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天才献猩 意大利自然希望有一位名帅来打磨这块蒲玉 因此意大利想邀请郎平前往执教是非常有可能的 只是郎平会轻易答应吗 郎平的执教水平是无需质疑的 自从她执教中国女排以来 带领中国女排获得了无数世界大赛的荣誉 更重要的是 郎平为中国女排培养出朱婷这样一位巨星 朱婷被誉为MVP收割机 今年来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 郎平善于打造球星 围绕球星制造战术 而意大利正好有埃格努这样的天才球员 不得不说 意大利排鞋眼光真的是很厉害 看中了郎平的能力 如果让郎平来培养 埃格努将变得更加的厉害 而且意大利排鞋也舍得下血本 3000万人民币大约折合400万欧元 如此高额年薪 一般人肯定会心动 不过郎平真的会答应吗 首先郎平目前还未正式卸任 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位置 前不久在采访当中 郎平表示自己累了需要休息 身心俱皮的郎平 此时又何必去意大利指教 一支完全不熟悉的球队呢 其次郎平并非是是非不分的人 如果刚刚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马上就前往意大利指教 那么国内的球迷会如何看待郎平呢 相信郎平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综上两点 郎平应该不会前往意大利指教的 不过就算郎平不会答应意大利的邀请 中国女排也该好好考虑何去何从了 如果郎平真的卸任 那么新主帅的人选就要好好斟酌了 现在意大利女排和美国女排的实力越来越强 中国女排也要及早布局 争取在巴黎奥运会重回巅峰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郎平会去意大利指教吗 欢迎在评论区当中留言 关注杂将体育圈 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啦